大家好,一般家庭养殖这个月季的话都是放在阳台养殖的 那么阳台养殖的月季大家为了保证这个环境的干净卫生 所以经常用的肥都是一些化肥,也就是无积肥 那么长期使用无积肥的话会导致我们的月季会因为缺乏各种微量元素 然后会出现一个生长缓慢,然后植株特别的矮小 而且后期长势会越来越弱的现象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 那么办法主要有两种 首先第一种办法呢,我们就是可以给它补充这个微量元素肥 那么这个微量元素肥我们与清水按照比例 然后呢给它对水稀释 然后搅拌均匀之后我们直接给它盆内给它冲罐就可以了 大概呢就是十天半个月给它喷罐一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那么这就是第一种办法 那么第二种办法呢,我们就是可以使用一些有机肥 因为有机肥的话营养会更加的全面 各种微量元素它都是含有的 那么可能很多话也对于有机肥有一定的误解 觉得呢有非常多的这些异味 而且呢不太干净 其实啊像这种商品性的这些有机肥 比如发酵复苏好的鸡粉或者是羊粪这一类的粪肥 它是完全没有异味的 使用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我们大家看它呢全部都是这种颗粒型的特别好使用 而且呢我们直接给它呀在盆土里面这样子挖一圈这个小钩 然后呢给它埋进去这样的补充各种营养元素 养护的过程中它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缺乏微量元素的现象 蜘蛛啊才能够越养越壮越旺 越养越旺 你看像这样子埋进去可以了特别的方便 不管是鸡粉还是羊粪的都是可以采用这种使用方法 而且平时换盆的时候可以在盆底给它垫上一层作为这个积肥 这样的话呢养护过程中后期再来给它适当的使用一些无基肥的话呢 也就可以避免它出现这个缺素的现象了 所以我们在家庭阳台养殖月季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有机肥或是微量元素 避免它出现这个缺素症 然后导致蜘蛛还小或是越长越弱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